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来看纽约时报报道 习近平访问欧洲 谋求战略机遇 这位中国领导人精心选择了三个国家 法国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这些国家各自在不同程度上怀疑美国战后对世界的秩序 认为中国是必要的平衡力量 并渴望加强经济关系 在与欧洲大部分地区关系紧张的时刻 中国不设限地接纳俄罗斯 尽管乌克兰战争仍在进行 以及中国的监控国家和最近在德国导致私人被捕的间谍活动 即将于周日抵达法国的习近平 希望展示中国在欧洲大陆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并追求务实的和解 对欧洲来说 这次访问将考验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微妙平衡 并且毫无疑问 华盛顿将是之为习近平不太隐晦的努力 试图分裂西方盟友 他把第二战的到访时间安排在塞尔维亚 与北约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误轰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 25周年纪念日相吻合 这次错误的轰炸发生在1999年5月7日 白宫为此道歉 导致三名中国记者丧生 并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周围引发了愤怒的抗议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 柏林亚洲项目主任 简卡·厄尔特尔表示 对于习近平来说 身处贝尔格莱德是一个非常经济的方式来询问美国是否真的认真对待国际法 并且提出北约的过渡行为是否是其他国家的问题 中国政府一直在纪念贝尔格莱德轰炸事件 借此谴责他视为西方的虚伪和霸凌行为 中国国际经贸学院贸易研究所所长图欣全表示 美国总是把自己视为世界的领导者或霸主 因此中国是挑战其霸权的竞争对手或对手 欧盟并没有霸权思维 欧盟27个成员国的官方文件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 经济竞争对手和制度性竞争对手 如果这看起来是一口气说出的 也许是因为欧洲在如何平衡对中国的经济机遇与国家安全风险 网络安全风险和对各行业的经济风险之间犹豫不决 今年3月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告诉记者 欧洲的方案行不通 这就像驾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发现红灯黄灯和绿灯都同时亮着 他说 怎么开车 现在 习近平希望将交通信号灯调到绿色 为此 习近平的首要和最重要的访问地将是法国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经常强调高卢人的观点 即欧洲绝不能成为美国的附庸 正如他上个月在索邦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 法国领导人坚称 欧盟的生存取决于战略自主权 并且发展军事任性已成为欧洲大国 他拒绝了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同等距离的概念 法国是美国最古老的盟友之一 但希望保持自己的选择 所有这些对习近平来说都是音乐 法国与习近平在本质上的化学反应似乎在于 他们共同认为战后秩序已经垂死 必须由一个考虑到权力转移的新体系来取代 事实上 习近平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近代最专制和最威权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已经加剧 但这并没有影响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 马克龙访问了印度和巴西 已将法国置于发展中国家BREX集团 包括中国在内和西方强国之间的平衡点上 在全球南方与西方强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他将法国视为一座桥梁 从法国出发 习近平将前往塞尔维亚 那里中国是第二大贸易伙伴 以及匈牙利 那里的总理维克托 奥尔班支持巨额的中国投资 并利用该国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地位来淡化对中国的批评 这两个国家都对美国的权力感到不满 欧洲与中国之间仍存在着一些严重分歧 在习近平上次于2019年访问时 中国经济的规模以美元计算与欧盟相当 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已扩大约15% 去年秋天 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是否受到不公平补贴的调查 引发了紧张局势 预计今年夏天将做出决定 这引发了与北京和德国的紧张关系 后者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存在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大得多 中国占大众汽车年利润的至少一半 德国制造商担心 欧盟对中国出口征收的任何关税 可能会影响到其在中国的出口 同时引发报复性措施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将与习近平在巴黎会谈 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与马克龙上周在巴黎共进晚餐 这一切显然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团结的欧洲立场 然而 这一点始终是难以实现的 欧洲对俄罗斯的愤怒 在那些与俄罗斯接壤的前线国家中最为强烈 比如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他们可能是对美国的联盟最为坚决的支持者 这是马克龙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主权欧洲来抵消的 他们也是对中国最为警惕的国家 中国从未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像去年马克龙访华期间一样 问题在于中国几乎没有表现出愿意这样做的迹象 事实上 习近平计划于本月晚些时候在中国接待普京 巴黎巴黎蒙田研究所的特别顾问和驻地高级研究员弗朗索瓦 戈德蒙表示 对乌克兰的讨论很难想象会再次出现 投资已经被制出 尽管如此 没有人怀疑马克龙将再次尝试争取习近平在6月中旬瑞士的乌克兰和平会议上的支持 在更深层次上马克龙显然将努力利用习近平的访问来推进一个保证欧洲在未来几十年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议程 他对将可能在11月再次当选的特朗普总统的美国持谨慎态度 后者的再次当选可能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中国外长王毅曾说 只要中欧携手 就不会发生集团对抗 世界不会崩溃 新的冷战不会爆发 尽管中国的一党专制和西方自由民主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 但习近平选择访问的三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似乎都接受了这种中国的说法 这次访问对欧洲来说是一次艰难的平衡之旅 因为中国正试图与美国的影响力竞争 并寻求与欧洲国家建立更加牢固的关系 习近平选择访问的三个国家表明了他的战略目标 试图削弱欧美关系 寻找与中国更加密切的合作伙伴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欧洲需要在全球秩序中扮演更加独立和自主的角色 但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 这种立场表明了欧洲对于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复杂态度 既要维护自身利益和价值观 又要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和对话 对于习近平来说 这次访问是向欧洲展示中国影响力的机会 同时也是向美国传递信号的机会 表明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不断发展 不会受制于美国的压力 这次访问将对中国在欧洲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也将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的演变 下代表明文字幕提供